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本周日激发了国际人权组织和女权组织等的声讨 原因是他公开承认自己在少年时代曾经性侵犯国家中的女仆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现年73岁的杜特尔特是在一场抨击教廷的讲话中谈到上述过往经历的 他上台以来一直对教廷方面保持激烈的对抗态度 教廷公开批评杜特尔特在扫毒行动中的暴力做法 杜特尔特曾表示教廷是最虚伪的机构 他和他此前的同班同学都曾经在教廷做忏悔的时候遭到过性侵犯 同时谴责今年来曝出的教廷人员对儿童犯下的性侵犯罪行 随后 杜特尔特的发言人解释道 总统只是在抨击教廷的时候 添油加醋 杜撞了这个故事 目的是引起人们对教廷人员性侵犯儿童罪行的注意 根据杜特尔特的说法 他此前对家中女仆的性侵犯只是涉及身体的触摸 但多家人权组织谴责认为 不经过对方同意的身体接触就是性侵犯 同时要求杜特尔特引咎辞职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